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虾干和生菜来分享一道营养又补钙的家常下饭菜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生菜 先把它在水中充分的浸泡,然后清洗干净 虾干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有补钙增鲜的效果 准备一小把的虾干不需要太多 炒生菜的时候大蒜的用量可以略微多一点 把适量的大蒜先拍至松散,然后再切成较小的蒜末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先把锅烧热后再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先把蒜末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把蒜末在锅中煸炒出浓郁的蒜香味 然后再把准备好的虾干倒入锅中一同煸炒 这样可以充分的激发出虾干的鲜香味道 把虾干在锅中大约炒至20秒 炒至到表皮略微有一些焦香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控干水分的生菜直接倒入锅中一同煸炒 蒸菜比较大,可以从中间一分为二 在炒至生菜的过程中,我们要用大火快速的煸炒 这样可以锁住生菜的水分,让它吃起来口感比较清脆 先炒出来以后不会有过多的水分 把它先炒至到略微柔软的状态 加入适量的生抽和蚝油提鲜 虾干的本身就自带咸味 为这道菜中我们不需要另外添加盐分 调味后把它充分的翻炒均匀 不用炒至的特别软烂,要保持它清脆的口感 大约把它翻炒10秒钟,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虾干和生菜这样做,鲜香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见